国有企业原来我们是在全国经济当中占主导地位 大家都知道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的时候 我们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 当初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说法 是三分之一盈利 三分之一亏损 三分之一持平 也就是说基本上从整个行业 九六年整个行业都是亏损 那么也就是我们全国的国有企业 从总体上来说其实是在赔钱 国有企业在赔钱本身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带来的一个两个比较大的宏观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没法搞了 我们的财政补贴越来越大 尽管它的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但是补贴的部分越来越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银行几乎给拉垮了 因为它的很多贷款都是从银行来 它出了问题 这个银行的日子就不好过 所以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有一场非常大的改革 其实是九十年代中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国有企业的改革 当初叫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就是大企业做好 小企业不管他们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激励的一场改革 实际上是等于很多国有企业都给民营化了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到今天为止我们从来没在官方语言当中 看到说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问题 今天我要写一篇文章 要到这个官方的媒体去登 肯定是登不出去的 就是私有化这个词 我们到今天都是不可以用的 但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后期 很多企业就是 不是叫私有化 叫民营化了 对吧 但事实上就是 它国有企业的这个制度 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这形势很多 那么最后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我们以后就管 一开始的时候说一千家企业 这个就中央就管一千家企业 这些企业是在这个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领域 在比较战略性的这个领域 非竞争性的这个领域 来这个主导这个国家的经济 当然了 做这样的改革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尽管我们这个从来没说过 这个民营化这个词 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争论是相当激励 因为我们原来走的是 所谓的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个社会主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就说是国有企业 后来我觉得比较 比较这个这个 这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是 后来找了拐了一个弯 说这个国有企业 还是要主导中国的经济 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不是通过数量主导 而是通过质量主导 也就是说我办一批非常优秀的 这个国有企业 在个别的这个领域 集中的这个 集中的这个 这个在 战略性的这个行业 主导这些经济 它也就是说控制了 整个这个这个经济 那么不管怎么说 反正其实我觉得 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但是这个可以看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其实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几乎把财政和银行 都给拖垮了 到金融危机一发生 我们当然这个问题 都是雪上加伤 对吧 出口一下子就不行了 国内的经济问题就更大 那这个大面积的亏损 一下子就翻来 所以说我们的银行 这个坏占比例就特别高 大多数银行都是所谓的 叫technically insolvent 都是技术性破产 已经这个资不抵战 当然好在这个我们第一 有资本项目的管制 资本项目的管制 就没有很明显地往外逃 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资本的 这个这个这个 社科院有一个叫李扬教授 当初是 当初不知道是不是 金融研究所的所长 这个后来是金融研究所的所长 他当初做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研究 叫迷失的货币 就是看我们中国的国家 用各种货币这个这个变量 算来算去 发现总是每年有一批钱给 找不到 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 当初计算的就是资本外逃 但是这个规模跟 跟这个泰国跟这个马来西亚 跟这个印尼比还是要好很多 因为我们的资本项目管制 还是比较紧 我们在96年的时候放开经常项目 本来说是说到四年以后 到2001年的时候 放开我们的资本项目管制 好在97年的时候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了 所以没有放开 如果放开了可能问题更大 那么资本项目管制 是我们银行没有出现更大的问题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毕竟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总体的这个经济实力 还比较强 所以99年建立四大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转移了这个14000亿的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不良资产 不良贷款 其中现在还有一大部分 还在这四大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同时开始这个新一轮的改革 基本上是从2002年03年以后 大大开始加速 那么主要的这个做的手段 大家都知道 第一是注资 注资就是解决我们昨天说的资本金的问题 对吧 资本金如果比较少 原来实际上要是国家不注资的话 实际这个银行已经是资不抵达 第二步做的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引进海外的国外的战略投资者 我们大家知道 主要的几家银行都有这个海外的战略投资者 那么这个海外的战略投资者进来 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 管理 当然钱也很重要了 这个每一个投资者进来 带来的这个钱很重要 管理很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带来的他的这个生育 就是他把他的这个信誉 其实是压到你的这个银行里头 举个例子说 你这个苏格兰皇家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这个中国银行 大家后来回过头来看 国内有很多争论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过 说我们中国人就这样 有钱总是让外国人赚取 对吧 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个一进来 这个钱一进来 这个当初买的都很便宜 一上市了之后 这个价格就翻了好几倍 然后到期那些外国人就把这个钱 这个一出手 钱就拿回去了 在09年 08年 09年的时候 大部分这个到期的这个 就是这个锁定的阶段 一时期一到 都把钱给出去了 后来又引来很多的这个议论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要客观地看 其实这里头有很多具体的 这个 这个 不同的因素 在03年 04年的时候 我们很多银行的这个股票 要卖给外国银行 说实话是很困难的 现在大家都觉得都赚了很多钱了 其实当初要卖给这些银行 有很多银行 外资投资 投资来做 它其实更多的是 准备做长期投资 没有想到后来的这个回报这么好 当然也是我们政府 后来这个消化了很多 外资有关系 但是让国内很多投资者 非常气不过的就是 你看他钱一进来 就翻了好几番 翻完了之后 一到期钱拿着就走了 为什么拿着就走了 因为09年的时候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这个时候 他是最缺钱的时候 所以哪有钱都往回抽 我们以前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 说日本人一发生这个问题的话 资金都往回调 这个所有的其他银行 也是一样的 我们听说过叫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 实际上是把所有在海外的 这个资产都给拿回来 本来借的钱把它给还掉 那么把自己的这个钱给取回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这个 给他们赚得了一笔大便宜 当然了 事实上他们确实得了一笔大便宜 但是客观地说 实实在在地说 在当初其实要找到这些投资者 其实不容易 而且也不容否认的是 后来这些银行到国际市场上去上市的时候 股票能卖得比较好 也不排除这些外资 在里头起到的一个很大的作用 因为相当于这个RBS 直接就把他的这个信誉 等于是压在这个中国银行上面 当然不是全部压在上面 但是有这样的战略投资在这里头 国际的投资者 他就有信心 但是这个具体地做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实际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从外资对我们国内的这个银行 就是这些战略投资者 对每一个国内的银行来说 帮助最大的地方 就是改进了我们的这个风险管理制度 我们原来的这个 不良贷款的这个分类体系 和国际上是不一致的 会计制度也是不一致的 连我们怎么做这个风险管理 都是和外国银行都是不一样的 当初曾经出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这个外资银行 要入股这个其中的 我们比较大的四大银行之一 就派了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到国内来做这个净职调查 净职调查就去参观 去去访问很多这个地方的这个银行 到了地方银行以后 我现在忘了是在县的这个支行 还是在这个地区的支行 然后进去了之后说 当然很客气 招待得很好 请喝酒请吃饭 因为投资者来了嘛 对不对 这个上面这个信息下去 从总行有人陪着下去 所以没问题 招待得非常好 招待得非常好 第二天这个老外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分行说 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这个 就是记录 看什么记录 说你贷款 存款可能有记录嘛 对不对 那这个 说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 就把它全都给翻出来 存款当然记得比较清楚 对吧 你多少一笔 不管是比较传统的 有一笔账也好 有一个这个 这个存款本也好 贷款的这个账 就显得就比较这个混乱 发现这个 因为你每一个 对他们来说 外资银行来说 最关心的是什么 你这一笔钱是怎么批出去的 不是说就有一百万钱在外头 一百万钱 它主要是因为 它以后担心的 它可能会考虑的是 你这个过程是不是比较合理 你有这个合法的 合理的控制 出坏仗这是很正常 每一个国家的银行都会出坏仗 他就要看他当初是怎么做风险评估的 他就把每一笔提出来 抽出来 请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 放款的人来给他解释 放款的人没办法 就把原始资料拿出来 最后发现有一些是这个 烟盒的这个拆开来 这个背后领导签的这个字 有的是小学生的这个 作业本上这个撕下来的一张纸 领导盖的章 就有很多这样的当初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风险控制 当然了 你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风险 因为当初的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银行 都是国家的银行吗 你做得好 你的收入也不会增加 你做得不好 你的收入也不会减少 你做得好了 也不会说你就一定是怎么样 所以当初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外资银行 进入了以后 其实在这个上面 其实是做了很大的改进 至于说管理上 我相信也还是有很多管理 但是我其实经常 因为这是我自己 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所以经常有人到这个 我们银行 商业银行去考察去检查 我都会问他们 他们现在的这个管理水平 他们的这个风险控制 到底怎么样 大部分人给我的这个回答 都是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恐怕是跟我们 就是现代企业的制度 给建立起来了 现代企业的制度 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个实质运行 还有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第一个 是昨天我已经说到的 党委和这个董事会的 这个分工的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你的这个领导 都是这个董事长行长 都是董事会任命 但是这个董事会任命 实质上它是谁任命的 它是这个 它是这个 它是这个中央组织部任命的 因为这些大的银行的 这个每一个这个高管 它都是有行政级别的 对吧 四大银行的这个老总 都是副部级干部 所以它如果是换一个地方 它还是一个副部级干部 所以有这个 以前有一次 我就听到有一位朋友说 说这些银行的老总 它们也都是非常的不满 说感觉你看我 举个例子说 我这四大银行 我这个银行 比现在比花旗银行大多了吧 比瑞士银行大多了吧 你一看市值 它们都是要大很多 可是我怎么一年 只能拿一百八十万呢 它 就算那个比它小得多的 这个银行 比如说新加坡一个什么银行 香港什么银行 都比我拿那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心里就非常不平 觉得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 开玩笑说 哎 你要想开 你想一想 你一年一百八十万 你是副部级干部 如果同样的一个副部级干部 在西藏当这个副主席 它是多少钱呢 一年也有十几万嘛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会有一些消费了什么的 但这个你当行长也有嘛 对不对 那你话说回来 你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们俩都是 在中央领导看来都是一样的嘛 都是这个副部级干部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到了这个岗位上 你的钱就比较多 到了那个岗位上 钱就比较少 当然了 你要是说你不满 那个同志就更不满 他的收入更低 说的更绝的是说 说那不管怎么着 你也是中管干部嘛 如果你不是中管干部的话 我这个钱就可以给你多啊 对不对 你就我们按照市场来嘛 按照市场来 这个你从 比如说工商银行 就完全放开来 就是按照市场来招聘 招一个像花旗CEO那样的人 那也可以啊 我就按照花旗的付 即使不是按照花旗的付 我也比现在多好几倍啊 没有问题 但是括号里头 还有一个说明 说如果按照市场花的话 可能就不是您老人家 在这儿做了 所以这个风险管理的东西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国有银行嘛 对吧 国有银行它肯定是有一些国家的这个体制 在这个里头 但是我自己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过去两三年的这个银行贷款 是吧 正常的银行应该是什么反应 正常的银行很正常的反应就是 当经济风险来临的时候 你要收缩 经济扩张的时候 你跟着扩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周期和市场周期 对于银行来说 对于市场来说 对于经济来说 其实是一个你提高经济质量 提高效率的一个过程 扩张的时候 所有的项目都可以上马 紧缩的时候 有一些效率不好的项目 首先就给挤出去了 大家还记得我上次给大家说过的 这个斯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写的 投资银行家是怎么练就的 它就是经济好的时候谁都进来了 经济一不好就首先 自己觉得不太适合的就给淘汰出去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那么我们国家的银行是 经济不行了就使劲地发款了 这个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很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说 中国政府太厉害了 说这个支持经济增长就支持经济增长 说8%就8% 最后当然远远不止8% 但是如果大家考虑 这个我们银行改革的成果来看 这是有问号的 如果每一次都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跟着放款 当然放款没有问题 问题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